甩掉麵條上多餘水分 放入高湯裡 香噴噴拉麵就能上桌了 這位蔡同學今年從餐飲科一畢業 就來學煮拉麵 每天都得在高熱廚房裡工作 讓他覺得有時候真的很辛苦 不少新鮮人投入餐飲業之後 受不了轉行大有人在 因為我高中三年都愛餐飲科 然後想說都學了三年 以後就超這個發展 暑假以前你現在六月對不對 很多都畢業了 可是我們到現在 每一個店都缺人 拉麵店老闆今年找不到員工 在門口張貼真人啟示 都乏人問津 無獨有偶 中式餐飲業同樣也面臨 找不到人種境 大火快炒沒有幾分鐘 金黃色炒飯就起鍋了 一到中午晚上開始忙碌 假日也是不得閒 廚師工作一樣很辛苦 光是培養就需要很長時間 從切菜備料要學兩到三個月 拿厚重鍋鏟炒菜 至少也要學三年時間 也讓不少人半土而廢 最起碼要五六年站到那個位置 對最基本的 辛苦嫌太熱都是餐飲業 找不到人的原因 就算有人開出廚師薪水37K 行政主廚60K高薪一樣 催沒人 過去不少新鮮人畢業後 想嘗試的是餐飲業 如今文創情景最好吸引他們 金融薪水高文教環境好 也成他們選擇行業 讓今年餐飲業缺功率暴增 從平均3.7%急速上升到4.01% 如何解決人才斷層危機 也成了眼前要解決的大問題 記者黃建英 邱子玲台北採訪不到 曾經有一頓 流戰 跨海索